就是我們準備要單飛不解散了 切開 我們誰都不要拖累誰 誰都不要怪誰 流量就是誰造成的 哈哈哈哈 就像是小天使很突然的到來 走了沒你 彩色的時間 和快樂伴隨 Good morning 又是嶄新的一天 睽違兩年我們又要出新格了 而且這次睽違兩年直接出兩首新歌了 要嘛不出 一次就出兩首 以前呢我們都是一起唱 唱了兩首 一首臭寶貝 然後一首勇氣與希望 沒錯 這兩首呢之前也都沒有數位上架 那最近準備要數位上架了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幫我們支持一下 那今年呢我們有一個很大的企劃 就是我們準備要 單飛不解散了 切開 我們誰都不要拖累誰 誰都不要怪誰 流量就是誰造成的 哈哈哈 這就很像一個團體 因為團體都不錯那種單拍的直立式影片嘛 對 就可以看到誰的點閱數比較多 就很明顯那個人是比較紅 那也有可能我們今年單飛沒有比較紅 明年又合體了 欸可以可以可以 那為什麼會這次要出兩首呢 主要是因為妹妹要一歲了對不對 單飛要一歲了 完全是以那種做最後一次就是周歲的概念來做妹妹的周歲 絕對不會有下一個周歲了 是嗎妹姐 欸 你啊 你叫爸爸 最近真的有夠黏爸爸 真的 最近只要爸爸一離開 馬上使出爆哭技能 爸爸就會回來了 沒想到有這一天耶 你要記得 你長大以後要記得這一刻 就是跟爸爸吵架的時候 記得 曾經你這麼愛我 女兒是不是真的不一樣 Cody跟Kai有小時候 我去牽車的時候 他們也會想要跟我出門 但是沒有從這麼小就開始 對 好啦 那我們今年呢 總共出兩首歌 主要是因為 這兩首歌的 風格啊 唱法啊 全部都完全不一樣 沒錯 然後寫的那種情境 也都是很貼切到我們生活的狀態 所以就哇 不知道怎麼取捨 真的 所以就小朋友才選 我們乾脆 一人一首 一人出一首 全部都要 直接砸重金有沒有 沒錯 出兩首 所以我們的錢直接Double 哇 而且以前有經紀公司幫忙Cover 現在沒有 今天呢 是爸爸的錄音日 所以 我待會呢 會先去錄音室 然後媽媽晚一點 帶孩子們過來 哥哥弟弟 其實他們也可以一起來參與 讓我們全家人 一起做一首歌的感覺 甚至Nana也可以一起來唱 而且終於 哥哥這次很有唱的 他最近很認真在練習 我發誓 好啦 那就準備出發前往錄音 咯咯 來幹嘛啦 我來給你天丸集的配備 人家羅子翔第二首歌也在這裡 太誇張了 你多久沒有跟藝人 然後進錄音室 呃 十三年 四年 簡單來說就是放不下去 你希望這個作品 還是希望我盯得完整 嗯 因為以前你算業外 跟你自己做得很開心 不要這樣 我們也是做得不錯 好不好 我們也60萬觀看喔 可以更好 對 我們這次要充百萬 對 不是 這本來就可以更好 我都覺得你 對很多事情的抉擇 有一點 很猶豫 這個也好 那個也好 像我這次就兩首都選 本來就不應該兩首都選 再來跟我complain 啊 孫總這次壓力好大喔 因為兩首歌 好貴喔 對啊 不過說真的啦 我這次真的超榮幸 真的沒有想到有一天 哇 孫總居然也可以來 自己也跟你抄刀做一首歌 對啊 因為我覺得那首歌很好 可能我們的觀點比較不一樣 因為孫總希望還是走流行一點點 因為一開始他是比較兒歌 然後給小朋友唱給小朋友聽那種感覺 所以我們也給好多朋友聽完之後 他也覺得哇 真的改完之後會比較傳唱度更高一點 然後可能真的可以到 就是市場上面 在排行榜前面再一席地位 對 所以以前那首歌我叫你們做爽 哦 那我們在做我們有一個我們的家 那我跟你報告一下 現在的技術不得了 以前你們那個時候 都是要靠自己的那個歌喉 我們現在有很多的那個 對對 七七會唱 但是如果你要去很多地方演唱 我們還是可以墊個百字五十 啊沒有沒有 我都幫你問好了 不用擔心 今年跨年呢 他們說現在歌手 都會自己帶自己的那個 autotune 的老師 有吉他的 有 bass 的 所以你看成本更高 要帶這麼多人 所以我們這首歌的名字叫什麼 小天使 小天使就是這麼簡單 然後好聽 然後就是寫給我們的小天使的 獻給所有愛護子女的 爸爸媽媽 爺爺奶奶們 嗯 能夠完成這首歌 真的都是要感謝孫總 就是他幫我們找了 這次的所有編曲老師啊 然後 幫他寫歌的是羅志祥的 這次那個第二波主打的 作曲人 然後幫我們作曲 兩千 整個團隊加起來 跟我年紀差不多 我們小天才做小天使 對 所以就會很棒 我差不多五點就錄完了 那好 不會也不容易 我們看看他會怎麼樣 你要陪我到幾點 等一下看狀況 他怕他講出來後悔 對啊 我們看狀況 好感謝孫總 準備要錄音嗎 這是今天的製作人錄音老師 介紹一下自己 簡單就好 我叫崔永成 小天使的編曲呢 就是永成老師 之前應該比較少做這種 關於親子啊 溫暖啊 沒有做過 第一次 都做重金屬 黑暗金屬 因為我自己是玩樂團 啊 我們待會四點半正式開錄 然後等一下有一個 就是孫總有幫我安排一些就是宣傳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先錄一些影片 就是先聊天然後就可以開賞 開賞完就可以進去錄 我的能力沒有變強 可是軟體的技術越來越好 所以我們一定會做一首很棒的歌 哇 準備開錄了 四點半 等一下 孩子們下課還會再來錄幾個是小朋友的片段 這也是我們這次的製作人小凱文 嗨 麻煩你了 好 因為他老闆是大凱文 所以他就是小凱文 沒錯沒錯 那我先讓你順一遍OK 順一遍順便拍 可以有手勢 OK 好 越開心越好 誰叫你指揮啊 我覺得一開始可以先柔一點 可以先放鬆一點唱 好 這個溫暖的愛 給你無條件的愛 讓你的依賴 那個依賴我覺得可以放輕一點看看 就是現在聽起來他兩個可能在開 OK 我們讓大家看你有沒有辦法連在一起 依賴 我們變成 依賴 就是讓他 滑過去 對對對 OK 給你無條件的愛 讓你的依賴 有比較好 抓住這個感覺 有 怎麼都是 OK I'm the lazy one 而且這麼快 還熱入 三分之一 就休息了 我要去面對 該休息一下 太飄了 對新人不用要求太高 是這樣 歌本來就會越來越熟 那越來越熟 你就會唱到新坎年 所以為什麼要你們把歌詞看得很清楚 透徹 Yeah 爸爸殺青了 現在等孩子們下課然後來錄 因為哥哥真的很期待 他也每天都在練習很認真 所以 真的喔 對啊 他就很一開始有點 要去錄我 然後後面就超期待 每天都在練習 我說你練好了嗎 他一直在唱這樣 老師這首歌他沒喜歡 對啊 對啊 他全家一起錄就 非常有意義 你就跟著唱 跟著我唱就好了 OK喔 你跟著爸爸講 我來喔 好 好 好 你能夠替代 就是牽著你的手 就是政治的溫柔 或者所有的擔憂 以後會有彩虹 你不出門所有的一切 幫你避開一些所有的威脅 只要你能平安一切都OK 哇 今天又把孫總給請出來了 我從來沒有來看過他入浴室啊 真的喔 他排不上名啊 我看過耶 你知道嗎 王仁甫上次在這邊唱 對不對 我剛剛一進來有熟悉感 他自稱他是 代表王仁甫 他鼎鼎大名的代表王仁甫出現在我自己選擇 所以你要用王仁甫的一支麥喔 給他圍一圍 OKOKOK 今天換我們的蘇媽媽登場 蘇媽媽出任務時間 我們以前都一起合唱 那這次我們決定不要彼此耽誤彼此 Solo 以前有他cover我 現在我要一個人出來 我一定緊張 歌聲比較好聽 我覺得我歌聲可能好聽一點點 但是我音準沒有他準 歌聲好就好 音準我來負責 真的喔 那個tune都可以把它tune上去 哇 又坐鎮在這邊 你是要給誰壓力 給James 真的喔 比如說仁甫那一句 那個字 對 推出來一點 大家就趕快找那個字 而且他說以前只有擊鬼 所以你手指頭會有可能不夠用這樣子 他已經到 已經數位了 對他已經數位了 嗯 現在還在開嗓 所以你多喝點水 然後多唱一唱 聲音讓它鬆一點點先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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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每天都要和你兩聊聊天 對靠近麥克風 靠近麥克風 幾米多幾層 充滿了喜悅 他的輕輕唱是往上的 所以是 充 跟 充 滿了 跟 滿了 我們想辦法是往上 充滿 就上去了 不要 充滿了 喜悅 好重喔 對 越用力越不好聽 所以你就放輕了 放輕了之後 出現這個聲音 好 欸 你這個示範 好好喔 天才 哈哈哈 你一定要輕輕唱 好 剛剛有人說大聲唱 那是 開嗓 那我怕 你的大聲唱 反而會 會更操他 嗯 你不用操到這 這首歌不需要操我 嗯 它完全就是共鳴聲 你的共鳴聲 應該就是 亮亮的 好 好 哈哈 你不用那麼緊張 哈哈 小小的床園 一一啊啊小嘴 每天都要陪你聊聊天 看著你幾米多幾層 充滿了喜悅 因為 好像比較小聲一點或溫柔一點 那音準就會掉下來 嗯 音色也掉下來 溫柔的感覺 要存在 但是不可以讓音色掉下來 嗯嗯嗯嗯 對 親愛的寶貝 乖乖如誰 好 我同樣的點在 親愛的寶貝 乖乖如誰 親愛的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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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es哥一進去整個 聲音就不一樣了 你有發現嗎 因為他是魔術師啊 哇 不只可以調音還可以調人音 對 因為他給他信心 不像你 哈哈哈 給他安心 喔 確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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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沒有沙啞耶 哈哈哈 挑到沒有沙啞的 對啊 James哥太厲害了 你的位置其實 對了就很好 James哥很厲害 他很溫柔的在引到我 真的耶 就是 比較很明顯就是 唱得不好的時候 但是歌都很有耐心 好沒關係喔 我們再來一次喔 如果 在一點點時間 你可以釋放得更好 嗯 現在就是有點 想要多 可是有些時候又怕多 太多 所以 我們現在先把 把聲音 情緒做到剛剛好就好 嗯 然後我們在補音的時候 希望能夠加強 然後還有和聲 然後我們今天先到這邊啊 謝謝 如果說有需要補的話 可能再麻煩你 沒問題 謝謝 歌手都很專業 他們通常錄也要錄這麼久 哈哈哈 今天沒有很久耶 真的嗎 這樣算快嗎 沒有很久啊 很厲害 很臭屁喔 謝謝 謝謝 因為他錄超快的 喔真的嗎 他錄超快的 他們可能講說應該也沒救了 就這樣 像我們之前錄音呢 他們都大部分都是一句句錄 因為我們不是專業的歌手 所以一定是 那一句修好之後再往下往下 那James哥的話 他就是讓你唱一段一段一段這樣唱 這首歌需要他的情緒 喔 如果是快歌的話 就可以一直這樣 一段一段這樣 這一句唱十點 這一句再唱十點 對 嗯 所以它是有不同的方式 嗯 感謝James哥 這是太榮幸了 我們就是錄完了兩首歌 大家敬請期待我們的MV 應該是這個影片出來的 我們下個禮拜就會跟大家正式上線 然後跟大家分享 對 我覺得今年我們真的把那個規格 拉到一個極限 直接頂規 非常用心的 然後製作這兩支影片 對 是給妹妹也是給大家 也是回饋給我們所有的觀眾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都可以幫我們多聽幾遍 他也是把我們的 這次新的歌曲 都會上架在所有的數位平台 也是我們第一次這樣做 然後也把我們之前的歌曲呢 也都 同步也都已經上到 大概所有的數位的平台了 不管是YouTube Music啊 KKBOX啊 Spotify啊 全部都聽得到了 所以 以後我們就可以直接從YouTube Music 抓到我們自己的歌了 對 Apple Music也可以 所以歡迎大家幫我們衝綁 喂 打綁打綁 好啦那今天影片到這邊 要不要喜歡的話 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下次見喔 掰掰 刀子嘴豆腐心 嘴巴說不要幫我們 兩兄弟 做歌 出專輯 你看現在還不是乖乖的坐在這邊 這沒辦法 因為可能 耗盛心強吧 我要走就是不能輸 畫腐朽為神奇 對 你是這個耗盛心 你說我爛 真的爛啊